暗腦去揭明 大部分搜集資訊的部門 就是號稱高鐵的中樞神經行控中心 在0403花蓮地震那一天 一共九個崗位 他們分別做了哪些應變措施 大概八成左右的一個路線都需要做 都被這個地震影響到了 所以我必須要透過巡檢 跟不同速度的一個提速 地震強度不同 採取的應變措施也不同 0403那場地震高鐵系統評估 震度已經達到120到179G的等級 屬於大型地震 而應變措施就是以45公里以下 復始經過五個階段 逐步提速到230公里以上 同時會採取地面巡檢 確保安全 區間有21組列車停在陣線上 同時這個範圍的電力 也幾乎都是跳電的 根據我們查詢到的告警等級 做巡檢的一個動作 偵測應變機制 像是地震 異物入侵 落石 邊坡滑動等等會直接自動停車 另外逐級應變的像是大雨等等 達到第二級以上 車輛就得降速或是停止運轉 另外在地震發生時 這塊大看板也能掌握 哪一列車在哪個區域 電力狀況如何一目了然 地震來得又急又快 高鐵應變讓乘客 能夠得到最快的運輸效果 三選許正 我們現在台報